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朋友昨天呢 他一个留言我们回复以后呢 他接着昨天晚上有个留言 说这个太极片的松肩的问题 就是在练拳的过程当中 他就是练在那里的后背就起来了 那么这个每次呢 他在打拳的时候呢 都会不断地提醒自己 但是呢 他总是会起来 那么我们首先呢 要解这个松肩的问题 在民歌聊太极 我们拍的一千多个视频中间呢 已经聊过很多次关于松肩的问题 那么今天呢 我们回复这个X先生的这个留言呢 仍然谈这个松肩的问题 那么首先我们要想 在练太极拳的中间 把肩松下来的话 首先要知道肩在哪里 肩在哪里呢 就是很多太极拳的爱好者 他们呢就是认为 这个肩就是这个 这个关节 这个就是肩 所以呢 在很多的视频和书籍当中 他就是把这个松肩认为 这还有教很多松肩的方法 等等方法 这个松肩的方法 那么呢 他们不知道肩在哪里 我们讲 有一句话 肩不能挑蛋 手不能提栏 形容一个人不会干活 挑蛋就是肩 肩在哪里 肩在这里 就是我们挑一个东西的时候 这个肩在这里 不是在这个关节这里 你挑蛋的能用这个地方挑吗 对吧 首先要知道肩在哪里 肩在脖子两边的上面 这是肩 那么松肩并不是松这个大关节 那么这个大关节的松 我们讲关节松开 包括它 但是松肩 虽然包括它 但是主要的不是这个地方 松肩主要的是哪里呢 是从脖子到这个大关节的 这一段距离 这一段距离 我们本来这个脖子 是这个筋是拉着它的 我们松肩的时候要往下松 像往两边的下方松 成一个这样的形状的胸 本来我们是这样 被肌肉拉着的 我们松肩是这样松 往下松 那么除了这一块呢 那么肩还包括着肩的 另外两个大的部分是什么呢 后边的肩胛骨 我们的肩胛骨要松开 后背 那么后背两块 三角形的肩胛骨 本来它是这样合在一起的 对吧 那么这个合在一起以后呢 那么我们平时挺胸的时候 后边的肩胛骨离得比较近 那么我们如果含胸的时候呢 它会把后边的两块肩胛骨怎么样 松开 使两块肩胛骨离得远 那么要想离得远 它不仅仅是向两边 它也要向前 当然它向前和下 也就是下前方 两个肩要向下前方松下去 松开松下去 你看后边的两个肩胛骨 是不是离得远了 那么它离得远了以后 那么这个松肩就完成了 好 那么下面我们强调两个地方 一个松肩是指这两条 我们这两块肌肉 你看我们这两块打击的肌肉 要把它向旁边松下去 那么两个肩胛骨 要向前下方松下去 那就是这样松 然后这样松 那么中间的位置搞清楚了 然后要找到感觉 是我们民革聊太极说 不谈理论 理论上有成前上半种 老师总结的方法 咱们不谈 我们民革聊太极的初衷 就是告诉你怎么做 怎么做 我练五十多年太极权的体会 是什么呢 凡是在太极权出现了问题 首先要找到 知道它在哪里 你的脑子里知道在哪里 是不行的 必须要身体知道它在哪里 那我们要找到肩胛骨在哪里 我们肩胛骨 我们活动一下 感觉这个肩胛骨的轮廓 大概的位置 你看大概的位置 这个肩胛骨的位置在哪里 感觉到它 感觉到以后 我们才有可能 把你感觉到的肩胛骨的轮廓 向外松 向外松 这两块肩呢 我们也要感觉到它 感觉到它 你要感觉到它 不是这个关节 而是这里 感觉到它 感觉到它 你感觉到这两块肩 要把它松开 松开 它往下没地方松了 为什么 因为两个肩胛骨没有开开 它没有地方了 所以它向下松的时候 它向下松的时候 它把两个肩胛骨打开松 向前 向前 它这两个向下的时候 它肩胛骨一开开 它有一种向前的东西 这样一来 这样就松开了 但是呢 我们明格辽太极前面 有一期说 肋骨的松 与这个肩有关系 为什么有关系 你两个肩骨没有松开 在顶着它 那么我们这样松的时候 底下再架着它 我们把这两排肩骨向下 也把它松开 也把它松开 那你要找到肩骨在什么地方 我知道肩骨在这里 但是你身体不知道 那要找到它的感觉 那要找到它的感觉 你动一动 找到它的感觉 把它的感觉明显了 你知道 哦 肩骨向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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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大拳的时候呢 就可以 哎 哦 肩骨向下 不要占它的位置 哎 把它位置让出来 哎 这个肩就松下来了 这个肩才能松下来 你肩骨向下 这个肩才能松下来 你这个顶着它 它松不下来 这样呢 就使你的肩松下来了 那么这个埃克斯先生 他在说这个肩打拳的时候 不断地会伸 后背会伸起来 后背会伸起来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你的呼吸的气 把这个肩骨顶上去 你打拳的时候 一丝力都不要用 那这个呼吸在底下呢 你看 它在下面呢 它就松不下来 它就不会上去啊 如果你一呼吸 它就松下去了 你呼吸在下面 呼吸在下面 那么 这个呼吸在下面 不要去练呼吸 不要去感觉呼吸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不要去感觉呼吸 你就是要松开 松开 你可以这个 在打拳的时候 就是注意 一丝力都不要用 你看 我画一张画 我拿一个笔 在这个墙上画一张画 我画一张画 我拿笔画一画 轻轻的画 轻轻的画 你看你身体的状态 是什么状态 你轻轻的画是什么状态 你轻轻的画 不要用进画 你轻轻的画 你看你的身体是什么状态 你呼吸就是那个状态 你这个手在空中画圆 你画圆是轻轻的画 不用力的话 它就不会生起来 是因为你夹杂了力 你的身体夹杂了力 你使它上来了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关于这个X先生提出来的 关于肩打拳的时候 老是提起来 表示提起来 原因是什么呢 很可能 因为我不是你哦 对不对 我是估计 你有可能就是在练拳的时候 本来是松的 练着练着紧了 某一个地方紧了 但是你发觉不了 你紧了以后 然后呢 就把这个怎么样呢 把这个后背就伸起来 因为紧了嘛 那么你要一直都是松的 它就不会起来 好 那关于这个 如何这个松肩的问题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希望对XP先生呢 有所帮助 有所帮助 民歌聊太节 我们谈识不谈理论 我就告诉你 这样做就行了 你先 就是我的视频中间的 关键的核心的部位 就是找到肩在哪里 使它的感觉明显 肩在这里 那么肩胛骨在这里 它的轮廓 你感觉感觉它的轮廓 轮廓感觉到以后呢 然后你再仔细的去活动 感觉它的位置 用身体去感觉 你不能脑子知道 它在哪里是不行的 中间要把这个地方要松开 这两个有肌肉 你看这两块有两个肌肉 松下来 后背肩胛骨松下来 松下来 松下来 就是这样 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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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呢 就是我们原来有一期 大家可以看 XP先生 你可以往前翻 关于躺着打拳 用后背打拳 躺着 躺着打拳 躺着打拳 不要紧 有躺着的那个意 意要躺着打拳 你把那个听一下 然后呢 练习一下 用身体打拳 躺着打拳 没有劲的这种 然后呢 你就知道这个松 这一块松的感觉了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原来有一个视频 叫七窍 我们找七个点 其中有一个点是哪里呢 是一个心肩 我们的心窝这个位置 的相对的后背的这个点 你把它向四扇 扇开 松开 本来是这样的 松开 你看我这后背的点 起的 我先向前向四周 像一个果样 松开 往后 这个点向后伸 然后前面伸开 这个肩胛骨伸开 这个呢 点的散开 这个后背的这个 对应的这个点 心肩对应的后边的这个点 向后伸 然后伸出去 这个点伸出去 那么这时候呢 也对你的这个松肩 有帮助 有帮助 内骨有帮助 这个点的后边这个点 向后松开 有帮助 好 那么这是我这一个建议 如果你没有到这个程度的话呢 很可能 不一定能体会得到 那么我现在只告诉你 就是这个位置和 后背的肩胛骨 它不是肩 不是热 把它松开 办法很简单 找到它 然后感觉它 然后放松它 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放松的 你找到的这个位置 放松它的同时 你必须全身放松 因为你只要有肩 某一个地方在用劲 它就会联系到它用劲 它就会影响到它 全身都放松 它才能放松 所以这就是太义拳 又牵扯到我们前面太义拳 聊的这个 亦有全有 亦无全无 你亦有就全无 亦无又全无 那么如果你还体会不到 练不好怎么办 不要着急 你就照这个办法 慢慢的走 早几天 它就会找到 就会松下来 所谓的就是讲 我们到了一个点了 你到那个点 那个 我们走路的人 到了那个目的地了以后 它自动就会看到 是什么样的 这个太极拳 我们说这个 民歌聊太极说 说真传一句话 假传犯怨书 它就是这样的 你就是很简单的问题 很简单的问题 好 那么 今天呢 关于这个 回复 X先生的这个留言 就回复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可以订阅这频道 我们下次再会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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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